我們剛剛Helen大都會旅行社的總經理 跟我們介紹她用的亮亮口罩 這是她自己的口罩 然後她有一次大概是蕁麻疹吧 過敏的時候 結果全身都過敏了 只有晚上睡覺的時候因為她戴著口罩 所以這一區是保持正常 其他的地方都腫起來 後來你去看醫生 對 因為太嚴重了 只好打針 所以醫生應該也會問妳說 為什麼只有這邊沒有 對 她也不知道 因為我進醫院的時候 我也是戴著口罩 因為最嚴重的就是在 額頭 手 腳 對 那個都一看就知道 怎麼腫成這樣 就是過敏 好 現在其實雖然疫情比較舒緩了 可是保護自己還是戴著口罩 還是需要 那夏天這麼熱 其實我們為什麼選黑色的布 就是希望就是說 妳也可以有一點點遮陽的效果 走在路上有時候沒有打散 那可以有一點遮陽的效果 她面積很大已經把她整個臉都包覆了 只剩下額頭對不對 所以戴個帽子戴個口罩 其實就已經遮陽了 我有公司同事去澎湖離島玩 她就因為風很大 所以她都要 騎摩特車要戴安全帽 要戴眼鏡對不對 可是那下面怎麼辦 會曬到太陽 她就是戴這個口罩 這樣是不是都遮住了 臉就不會這樣 你看喔 如果沒有戴這個口罩 妳的眼睛是白色 下面都是黑色 因為她曬回來就是變成手 都兩個顏色 所以就真的保護起來了 而且她透氣對不對 其實這麼熱的天氣 是 她都會讓妳很涼爽 因為她這個機能部 就是很快的 把那些熱氣可以導出去 沒有錯 好 這個是實證的結果 所以大家919塊而已 好 試試看 妳絕對不會吃虧的 是 但是有一個 妳也很喜歡用的產品 我知道 就是乾媽媽 是 這個乾媽媽呢 剛開始我是像這種短的 我是放在廚房裡 因為以前我們的抹布 就是洗一洗 然後掛著 因為家裡可能 白天沒人啊 就不會開空調啊 所以那個抹布呢 到晚上回去的時候 就有一點 有點美味了 臭噗鼻 後來呢 同律師介紹了我這個乾媽媽 我就把它掛在我的廚房 所以我現在所有的抹布呢 都放在這個上面 還有擦手巾也放在這上面 回家的時候 然後我告訴妳 那個抹布是可以拿起來聞的 真的 而且廚房也沒有味道 一點味道都沒有 然後廚房也會覺得 讓妳很乾的感覺 還有 我差不多後來又 彭律師又發明了一個這個 因為這個太短了 這個我用浴巾是可以 可是我會折好多折 那好多折那個 有時候桿子不是那麼厚 桿子不夠厚 對 跟那個牆壁的寬 寬度不夠寬 根本就塞不下去 後來 為了要熱毛巾 我毛巾是改小條的 可是我幾乎都是用大條習慣 後來有這個 我就開始又可以恢復我用大毛巾了 對 說一下這個怎麼好用 因為它真的長度比它大 一倍多 對 它比較大 它面積比較大 對 而且這個色彩很漂亮 放在浴室裡超漂亮的 這個現在也是公司在尋求這個B2B ODM OEM 其實花色不是 花色可以做多種不同的設計 比例對不對 它確實多 真的有多長了一點 嗯哼 我就把它換到我的浴室了 我就大毛巾也可以放了 然後有時候呢 我的私密的衣服也可以放了 然後呢 還有一點 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的浴室是乾的 對 後來我問了同醫師 他的廚師的效果是很明顯的 是 因為那個浴室就只有通風嘛 可是他不見得會把你所有水分通通吸掉 是不會說在一個晚上七八個小時後就完全乾的 可是他這個乾媽媽 他不但讓我的毛巾都是乾的 而且尤其是冬天拿起來 就好像烘過一樣 對 酥酥的 很舒服 也沒有味道 又乾 我的浴室又乾淨 我覺得 這個超我喜歡的 好 你知道為什麼 一點點溫度的差異 因為它其實不是很熱啊 那為什麼整個浴室的這個空間的水氣會出去呢 欸 這個原理我就不是這個專家了 其實這個原理跟冰箱的原理很像 就是當你這個茶杯啊 如果是從冰箱裡面拿出來 是不是冷冷的 就會把空氣裡面的水分就吸到這邊 就會凝結水滴嘛 那所以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溫度 這個杯子的溫度比旁邊的溫度高個一兩度 那水就會往比較低溫的地方跑了 那你今天在這個浴室裡面 你用了這個 或是廚房 你用了一個有一點點溫度 它會讓你的浴室跟那個廚房的溫度 稍微微比環境的空間多個一度 一度 那一旦是這樣的一個自然的物理的這個條件 水氣就會往其他地方跑 就這麼簡單 原來是這樣喔 哇 你真的是專家 不是 這其實就是一個物理原理 那所以其實有人在這個 那個考慮就是說是不是可以 衣櫥裡面也可以有一個廚師的裝置 才不會發霉 才不會發霉 那但是因為衣櫥很多人都喜歡裡面擺得很雜亂 是 所以衣服通通都擠在一起 那裡面有一個有溫度的東西 我們還是覺得這個安全的問題必須要先考慮 所以還在design那個絕對要安全的一個發熱的裝置 是 因為現在衣櫥裡面的廚師大概就是用那種防潮的 那種痘痘的那種東西 用那種可以倒水的那種 對 那個其實沒有什麼效果 沒有什麼效果 一次的濕氣進來的時候 就已經滿了 是 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換它 也太貴 對 你表面上好像一罐一兩百塊 可是事實上是很貴的 一兩百塊 用完就要丟了 這個是 而且也不環保 可是那個部分還在開發 也歡迎有廠商如果B2B的話可以來握手 不過我覺得這個我要講一下那個 其實之前我有買一個就是放在地上也是這麼大張的 記得嗎 那是特別設計給你 對特別設計給我的 有時候我會拿那個到我的衣櫥 就是更衣室裡面去了 因為你是更衣室 那是走進去的Walking Closet 那比較安全 是 就放在地上 對 我就不是吊起來 那你就整個空間都出濕了 對 其實冬天我都把地墊 就是你特別給我的那一塊 我都24小時都放在我的床底下 我都沒有關 那我的電 又不用暖氣了 我也沒有暖氣 那我也電費假實在也沒有增加 回到家就是很溫暖的家 所以我覺得 這是你喜歡的感覺 是 原來如此 所以本來這個東西 確實是可以取代現在的地暖 暖氣 就是在房間不需要鋪設鋪滿 所以這個是可以用在多功能的 這是隱形冠軍 它是可以用在整個地暖的設置的 這個是屬於建築的那個領域了 對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們的這個 Apro Fiber的工程人員聯絡 所以可以有B2B ODM OEM的合作 OK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你來分享這些使用的心得 這是我這四年來一直用到 覺得哇 越用越開心的那種 產品 一個產品 對 對 好 隱形冠軍 姐戴的不是口罩 因為幫副姐的是高科技遠紅外線專利機能部 姐戴的是滿滿的膠原蛋白 來 售價999元 請撥打客服專線 會用手機掃描QR Code 了解更詳細的產品資訊喲 感謝Apollo Fiber Insight贊助播出 有沒有一種產品 能夠徹底進化除菌 消除腦人的異味 並且方便攜帶 讓您走到哪裡 乾 進 到哪裡 當然有 就是我 我是乾媽媽 您從未見過的好幫手 這位年輕媽媽的最大困擾 並不是撿不完的玩具和四處散落的衣物 而是如何不讓隱藏在各處的細菌 危害家人的健康 此時就該我上場了 我擁有不怕潮濕的專利發熱技術 能維持60度C以上有效殺菌溫度 而且少量衣物不需要大費周章的使用烘衣機 還能環保、節能、愛地球